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周一吴玉锦登记初选震惊政坛,总统蔡英文今出访美国前也登记,民进党似乎上演英德直球对决,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今直言民进党初选选架的,他指,民进党初选如何纷扰,厮杀到眼红,你会发现他像个妖怪,手臂砍掉,第二天民进党就长出个手臂,脑袋砍掉,第二天就长个脑袋出来。 韩国瑜表示,民进党自己内部有初选机制,但是整合力也很强,不管内部如何纷纷扰扰,你会发现会他就像个妖怪,手臂砍掉,第二天就长手臂,脑袋砍掉,第二天就长个脑袋出来,你感觉他党内初选司杀到彼此都已杀到眼红,好像仇恨非常深了,而且永远不可能愈合,结果第二天就愈合了。 韩国瑜认为,国民党要非常警惕,因为民进党不会分裂,在这个过程之后会选出一组人,他形容民进党的愈合力就像妖怪一样,等着看吧。 韩国瑜接受媒体访问抛出态度比美独更可怕话语,让人在美国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态认同,韩国瑜今表示,他是用激烈的言词去形容态度,希望让人一听就懂,态度或反态度,中华民国或消灭中华民国也好。 几十年来,台湾的政治舆论市场一直在激荡,很多人似懂非懂,包括说到九二共识,很多人赶快上网搜寻看什么是九二共识。 韩国瑜表示,政治人物关切的意识形态领域和国家走向,但声斗小民关切的是温饱或生活问题,所以他才用词比喻诉诸两千三百万人民,让人民直接去思考未来国家的走向,只是用了文字张力大的形容词而已。 而今有媒体民调显示韩国瑜打趴绿白组合,韩国瑜今仍强调继续冲高雄经济,让高雄是欣欣向荣,至于国民党内有声音建议,若表态参选2020的王金平,朱立伦都同意将韩国瑜列入总统初选,韩国瑜则秉持一贯说法,现在我不考量这个,2020完全不列考量之内。 曾佩英、林振义、高雄报道面对总统蔡英文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都表态参选2020,韩国瑜韩国瑜认为,国民党要非常警惕,因为民进党不会分裂,他们愈何力向妖怪? 林振义设抢当好评友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 关键字韩国瑜蔡英文民进党赖清德国民党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